中文财经年事 今天是星期三 有Thomas在这里 很久不见你 是呀 好久不见阿余 今天我们会带来几个话题 譬如说到底肺炎 我们用不怕肺炎 看到肺炎 我们用不怕肺炎 看到肺炎 我们用不怕肺炎 今天有些反弹的但但下 升幅又收窄 还有什么板块可以抠下 譬如说未来我们就快会过农历年 暑年有什么板块部署 可以谈谈 等着Thomas会详细谈 先问了市 连续两天跌成千 其实似乎有些很恐慌 要钱不要货 但今天好像没了事 现在反弹百多点 到底我们应该害怕 还是不应该害怕 其实短线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跌定 可能农历年前 就差不多这些水位 你说是否一定可以 上得到28,000 楼上企稳收 就有点难说 但是你其实慢慢 已经看到27,800 到28,000这个 range 已经是有支持的 那变了呢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今个星期五都年三十了 只剩下贝瑞市 开始收 其实严格来说 北水今天都应该关闭的 如果没有记错 所以慢慢 你叫做大市方向 就开始没有什么 或者失去的了 就开始出现应该是 可能即日的波幅会有 但是发来发去 都是回到那些 那么小的位置 什么位置呢 可以看 如果现在这样的 你用刚才的说法 定闊一点 可能是27,600 至28,200 这600点左右 走来走去 就预期应该现在去到 即我自己估计 就现在去到 说过年之后 可能开市 初四 初五 不是 初五 初五 初六 都应该大概是这些水平 是 我们今年的初五啟示 是的 不知道会否开些红盘呢 哦 从来都这样说 那我又不懂实数 但是从来那些人都是说 就是红盘就是永远都开的 不过是高开高收 还是高开低收 是 是 有些人想问 红盘高开就黑盘低收 大吉利是 那我们之前 很狂的气氛 就蝕一蝕气 那些RSI 超买的指数 就略为是好一点 没那么超买 所以呢 跌回一点也好 可能做就到 红盘高开高收的机会 是吗 都有少少机会的 但是后续 我想就 即是未来你看到 可能二月的发展 就真的 无可避免 就真的受到武汉肺炎 这件事 是的 你说起这个肺炎 我也想问一下你 即是 这个肺炎呢 你知道我们很惊功之了 香港人 听到肺炎 就特别是敏感的 那我们其实应不应该 除了买好口罩之外 多些洗手之外 其实它 投资上的策略 我们应不应该以避险为主 譬如说它跌了三五七个月 我们在低位才闹火呢 其实 关键呢 就是 大家在这件事上 你怎样判断它是一个 短期事件 还是一个中期事件 这个和去年 这个和去年 我又和考虞见面的时候 讲 本地政治风险的情况是一样 就是你判断它是短 还是中期 但是长期永远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短还是中期 那 我先讲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就觉得应该是中期 应该是没那么快 但是对整个如果说 集中说中港故事的影响 可能主要是第一季 因为往往你看到你参考 虽然不是一些很相同的事情来的 但是譬如去年的本地政治风险的事件 你看到也是 其实在这个情况 大家看到差不多最差的时候 已经 反围下跌就没什么动力了 因为其实已经 要沽货的人都已经沽到七八八 所以 其实反围就在现在这些水位 因为你看到我们年底的时候 就夹着中美贸易谈判店各样东西 大家就是很庆幸的 就是很高兴的 上到来的时候 反围在这里就有水位的调整 那你说如果再下多些 就是譬如 大家普遍去年的底 是恒指是二万五的 是 如果你说已经下到二万七千年以下 就其实你说再下就不是 反围不是那么多了 因为如果你再下 你就其实要有些额外 再差很多的事件 又或者有一些信贷的东西 那 就是 当然一个节目就很难 我很难说得很详细的 因为我平时这些就可能是 开一些大的课题 才会慢慢详细的 但是我可以很短的说 一个结论就是 我觉得现在这一刻 环球没有信贷风险 就是 真的看不到的 那所以 由这一点去判断 应该是一个调整 就是顶多就是调整得深一点 大家害怕一点 就多过说见了顶了 然后今年就跌到下来的 我就不是那么倾向后者 就是 只是一个调整 所以变成如果是这样 是可以后低位 但是你说是不是三五七个月呢 就有点难说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 2月就是悲观一点的了 2月甚至3月头都悲观一点的了 就是你当第一季 可能 如果一个 一个爆一点的说法 就是说 本季高位而现 都可能是 是的 会是这种情况 本季高位 即1月份的高位 就是2万9千点的流上 有可能 就是第一季 就是先升 就后跌了 就是低位就未出现的 是的 现在就是 过年前后 可能大概 就2万7千6 就是顶一顶先 嗯 过完年回来 看我肺炎的发展情况 不要介意 就是通常我都明白的 尤其是 因为香港人就经历过 就是我小小的时候 你小小的时候 是的 都经历过 但是我会这样说的 如果以一个投资人的角度 我会觉得是 现在的范围 都还有水位跌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大家 譬如真是很害怕的 真的譬如 大家例如说 香港出现了第一单确诊 嗯 范围那个时候 你参考水位 就可能反过来 别人恐慌 就我们进入了 即是你要很恐慌的时候 我们才去进行捞底 现在就不是一个捞底的时机 中间 我判断 我觉得现在大概是中间左右 是的 因为我们看到去年 全年 就是下半年的低位 其实就在8月的 其实当时的社会事件 都还未完成 其实现在都未 但是 原来最差的时间 就是在股市上面 已经提前反映了 还有呢 当时都是 中美都未谈成的 反而 那个恐慌情绪 陆续消化的时候 市场是有机会 是捞底 然后升回 没错 这个就是 对策 对应肺炎的策略 就等它 首季再跌得深些 才进行中线的捞底 有可能这件事 肺炎至少搞几个月 好了 这个就是首季的部署 至于我们现在 行业板块方面 是否应该找一些避开肺炎 或者找一些避险的板块去考虑呢 你看到很明显 昨天大家在中国出现 确认 说得难听些 就是认衰 就是我们有事 那一刻 的时候呢 很明显看到市场即时反应 就是什么 凡是出街才有钱赚的 那些都不行 就是出街零售 去旅行酒店 飞机 航空 浩土 全部不行 全部就是第一时间 跟它下跌 就算是 都算古和 就是这两三年 安踏这些 是不是 都算古和 照顾 不给面子 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 不是走这些企业 那就下跌 那我自己的看法 正如刚才说 既然是太调整 那就是说 他们要回落 去一个 比较合理一点的水平 或者水位 就是比如 安踏跌之前 大家都觉得很贵 那去回来 没那么贵的时候 才再算 那这个是一批 所以暂时来说 就不好了 就是这一堆 就先比开 就是内需股就不好了 内需股就不好了 那些啤酒 体育 打边炉 这个又分开 内需里面 有说 譬如你说 行街出去 我们有个说法 如果用行业 专业少少的说法 就是叫做 必需消费品 和非必需消费品 就是 discretionary 和 stable discretionary 就是平时我们见山库鞋 那些 又或者可能是奢侈品 就是譬如什么 pader 那些 那种呢 影响应该会大一点 反而反过来 就是譬如 就算说真的 有疫情 那你都要吃即食棉 你都要 啤酒 可能少喝点 但是饮品都要有 所以变成这些 就 反而会是 没有那么受影响 还有 也都 传统来说 会当它为 防守性板块 那就 反而会躲进去的 那 然后呢 你会见到现在这个 就是这一件 event的跌的初期 所以会出现一些 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 明明在 中资来说 或者中港股票来说 是没有 跟这个 武控肺炎有关的 医药股 是有着数的 但是那些医药股 是 然后有些 譬如更加有趣的 譬如 如果你有看过 医药股 另外譬如 你有看 今天 这两天最有趣的 就是1833 平安区医生 那会出现一个 就是说 去不了医院看医生 在家看医生的故事 就是会有些这样的奇怪的东西 但是 但是我视它为奇怪 还有 就是 那些投资者的资金 还未死心 就是他们 其实就是只不过换 他们不觉得是 跌的 他们觉得 哦 没有的 只不过呢 之前就买内需 现在不买内需 现在我们转到其他地方 都会升的 市值都会继续升 那你要去到 连高一批人的士气 都被打残 就是譬如 再有下波 不行了 都要再走 那时候才会走去 防守股 哦 那你到时就会见到 最什么 就是2 6 那些 平时 尤其是 刚刚过去年之后 就全部跌下来 那些东西会上升 823也可能会上升 刚刚有位朋友 Samsung就问 1833 它是62元有货 那我都不理会 它是否奇怪的现象 总之那些钱冲进去 那是否它应该继续拿着它 还是现在趁一下 因为今早上高建多少 70元上买 就是这样的了 是的 那应该获利呢 嗯 我觉得还可以多一阵 一阵仔 那 两个原因 那 故事就很有趣了 我刚才说 那 但是实际上来说 你看到那件事就是 就是 钱都的确是 就是 零售 不做 传统 行业会害怕衰退 那都是有少少推翻过去 那些新经济 或者互联网股的 那实际上 新经济和互联网 还有股市的 不太多 那其中呢 譬如美团 就是因为 年初已经被大部分人 就是 合奏吹奏得太厉害了 那水位也不多 那所以反而可能 譬如平安好医生 这些有些机会 会借着这个 就是这个话题 或者这个issue 可以再推上少少少 那我觉得 就是你当技术上 因为都破了前顶 都已经有一些 那又不是大抛来 就是不是去到近80元 那我觉得都还可以好的 那就是继续hold 然后 因为本身 这个股 这个股的故事都告诉你 开始会得到的 就是它又 又找不到方法赚钱 到现在 开始找到一些方法赚钱 那这件事 我觉得都仍然可以的 那就是 因为如果你62元 你也有一个 不错的水平在手 那就是它的目标 可以看80元 我觉得80元 可能是很兴奋一下的了 你当 你当 升到75 流上 你要开始 逐步减 差不多了 好 那市场就讲一讲一讲 升幅又扩大了 现在升到180点的流上 好了 除了1833之外 我们的部署上面 我们说了 就是鼠联的部署先 那到底 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板块呢 你内需股似乎是比较中性的 选择什么板块呢 应该 其实如果你说 香港那样计算 那个行业 就应该可能是 转回去哪些呢 我自己心想就 两个 保守一点的 就可能是 在一些必需消费品股里面 选择的 那正如刚才考虑说 就是啤酒那些 是真的差一点的 因为尤其是你 过了消费 就是需求最低的那些时间 就是夏天好一点的 其实去到秋冬 你的数字又没有那么好 或者没有什么意味 虽然长期来计算是OK的 这个可能 如果摆了一年 就不是今天讨论的东西 短短的就不是这些 就是如果一季的话 那另外就是 可能如果你们可以看的 虽然觉得不是很显眼 但是譬如可能 我自己觉得 甚至看师傅 童五一那些 那一类型的 即食面或者真的必需品 他又认了一些饮品 那其实都还OK的 因为那些人会比较倾向估值 低一点那边 那另外那只脚呢 就是另外那一类型的 应该会有一些人去想 就是我选一些和消费没有关 但是很确定 即将来今年 中国应该都会走的板块 或者那个都会走的 其中一个其实是基建相关 基建物料 但是基建相关不是说390那些 即是说可能是水泥啊 钢铁啊那些 但是这个呢 风险是大的 因为它是一个 衰了很久的行业 是的 这样就说它 即是你去年 没有的 很简单而已 你去年第三四季 跟别人说 买水粮 我在那些朋友 真的是行业专家那些 里面说的 很多人都当他瘋 觉得搞错啊 你不会的 但结果 914就很明确告诉你 因为是破顶的东西 怎样解体好呢 那又 其实那件事是 说穿了是什么呢 就是 去年你看到 其实楼 卖尾 卖得没有条街 估得那么差 即是原本大家觉得 我没有了 楼市玩完 死了 然后走到最后 就是大陆 告诉你 我如果经济不行 其实都是回回 始终都是回回 回去 最基本的 支柱产业 就是 你就放楼 或者你的楼 不要收得那么紧 始终第三个字 就是谷经济 谷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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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相对上放松一点 估计如果今年这样的情况 如果他还控制住 即假设大部分人潰住 谷经济和楼市 是的 基建可能会相对上放松一点 因为你其实看到 也有预计到的 你其实看去年 那些地方政府 那些省政府那些 那些开支全部 为何全红赤字呢 除了说经济很差之外 另外一样东西 其实他们花费很多 嗯 其实你就是 由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预测到 今年应该都 其实有些投放 虽然不会是以前 什么四万厘那些 那么大的 但是会有些投放的 那这一部分 就会好些 还有最重要的是 在投资者的角度 就是你水泥钢筋 是不会被肺炎打残的 嗯 但是你消费会 嗯 所以就会这样转过去 那水泥呢 即是应该都是 采出一个大的策略 就是买大的 钢股又是买大的 或者一些基建的用料 都是买大的 其实有些 就是一些 比如说一些 水管 教管 其实都是属于这个范围的 是 那是怎么选快的 就是整个板球 买一只都可以 对的 第一 有两个口血 第一个就是买大的 是买大的 就等于刚才说 买大的 买大不买小 因为小的就是 你要去到 那件事 很多人都看到了 嗯 然后去到 市场投资气氛很好 就是譬如 当乐观点 可能今年去到 五月 差不多 就是如果很好 这个纯粹只顾 都不知道 当很好 五月的疫情 差不多 稳定 那高的时候 就可能 就像你所说 会炒一些小的 但是现在大的 是不是这样的 那一就是要大 而大不而小 第二样东西是什么 就是 移级蜡 就是移级蜡 就是移级蜡的意思就是 你买这类股票 那些人很流行的 升破位 哇追啊追追 通常你一买 就会 是 是 你反过来 等它静的时候买 对了 你看好一点 是 你就买了 甚至乎你买的时候 已经 计算了 再跌多少 我就认输了 当然你不要 什么跌2%的认输了 如果是这样 你就不停斩头 就很无谓的 那 说的意思是 你计算好数 然后我是正的 而不是什么 因为其实 往往这个都是我自己 这三四年来 操作周期股的经验 就是 你往往很多时候 你看到是很振奋的 就是升破位 跟着 那些机器响了 大家全部四周在那里 在那里讲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可能再走一点 但是 不会升得很多 因为那个很短线的扣买力 已经差不多用完了 反而就是 你明确知道 其实可能这半年都可以的 你就静静地 你当手朱在肚 你等它去到一个 不是很 就是 比如说 直落那天跌一成的 那你说是否那天冲进去楼 那未必 但是最好就是 跌定了 接着有几天是 整固回稳的时候 你就在那些时间买 然后买来等 反过来 就可能去到 大家觉得很兴奋 或者你都觉得 已经有些升到你不信 或者不是很舒服的价钱 你就走 那其实就最好了 所以呢 总之 板块就看好两个的 就是 消费品方面 必须消费品 就是吃的 如果非必须消费品 就是选一些 基建物料 就是 希望拘捕经济 拘捕楼市的时候 这类股份会受惠 那就是 哪一只 可能逐一只要秤 到时看它跌到多少 正的时候 就可以收回相关的股份 这就是 多谢你 给一个鼠联的策略 还好 说到这个鼠联策略 我又想买一买广告 因为鼠联 可能跟经济也很有关系 到底来着 经济 中美的关系 经济 甚至乎外汇 这个策略是什么 希望帮到大家 有一个广告 在2月13日 会有一个广告 有什么嘉宾 有罗家聪 杨书健 主题是说Ritz 还有 Chris Low 都是我们其中 中华财经联社的嘉宾 都会谈一下鼠联的投资策略 至于嘉宾的观众方面 我们留意一下 看到有些观众 都是问回一些大股 其中一只1313 都是水泥股 如果我们不买914 1313行不行 如果说要等剩下的 现在是否未算够 有个安全或吸引的股值 我觉得未够 还可以再跌多一点 如果你说1313 不是 它9元有货了 9元有货 如果9元有货 其实我觉得现在 没有去到要减的 就是你不太重货 反过来说 如果按它的预算来说 是未买得很足够的话 反而可以 现在等 然后等 下回去低一点的水平 再加都还可以 其实我想 现在这样计 可能比较好一点的水位 是接近9.5元 但是9元很多跌跌 它是9元买了 那应该要拿着 是 因为它是中线的部署 没错 因为我想 我也想到它在想什么 即是它9元买了 现在还赚了一成 好不好 就先吃一壶 但是可以拿着久一点 如果想食材 这个做法是 视乎你的注码来做的 这样说 好像听到有些 我试试很快地说一次 那个情况就是 有些人很喜欢 一买就分身家 推 全部都买了 如果那种日子 你假设是9元买了 用1313 9元买了1313 上去 其实你可能 其实反围就不是今天 可能应该10元流上的时候 已经要减低一点 然后下来的时候 才再想 将原本减持了 变成 cash 再买回 这个是一个做法 但是如果你说 我不是的 我一开始是买了一点 然后上去 又很开心 现在下来 怎么办 其实呢 如果你还有钱 可以加 加了下去 都不会觉得很辛苦 其实应该 可能我刚才说 就是9.5元 当然不会真的那么准 可能9.5元多 9.5元 3.4.5元 你到时都要考虑一下 因为 你也知道 很有趣的 其实投资 尤其是 比如说分析 其实不是真的数学 不是真的 差一个先都不进去 其实要有少少 随机的面 大概是这样 我后的位置 大概是 9.5元 比较松一点 大概这些位置 你就可能加回 然后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可能 这样加完之后 你都是大概 9.25元 不够9.3.5元 你便可能用回原本的价位 买入第一口价位 就是9元 确穿9元 你才再看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已经整件事很好 好 希望帮到这些朋友 另外 2318 相信大家都很想 很心急 就是舔了你 昨天跌穿100元 今天是95.4元 其实不是反弹得很厉害 升1% 昨天怎样跌那么多 你有些解释 就是说 一来就是A股跌 昨天跌1% 二来就是 怕那些赔偿会增加 那就是只有三百多单 恶例 不是这样都害怕 是吧 很有趣的 你看到真的不止他 基本上 全部的其他的中资保险股 都是跌的 你说这一宗的关系 我觉得未算很大 但是反过来 就是当初 就是说三四日前 怎样升穿100元那一刻 我觉得 因为那时候就有一个传闻 就是韩来传的 就是传分拆 大家不知道拆哪一件 当然很多人都猜 入金锁 诸如此类 但是总之 这个消息就推了上去 但是其实你也可以视为 当时来说 那个市场 就是刚刚 在二万九千点 就是我们叫做 封那顶 有个很大阻力 都推不上 其实就是最后 一些很落后的 其中一只就是平保 上去100元就结 那我自己觉得 就 现水平OK 但是正如刚才说 这一季都可能偏差的话 都未必太心急 如果你很想很想买 你又零货 你就现在买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 都还有机会 你说 当然 因为之前都升得不算多 因为其实很落后的 如果说 大价 那堆来说 就是平保 算是相当落后的 那你说 会不会跌下去 90元以下 不是那么容易 也都 也都不是那么容易 那应该怎样呢 我觉得这个情况 可能现在是买一点点 然后剩下那一阵 就等可能 92元 92元至90元 其实都有一些机 有机会 有机会会落到深一点 是的 那时候才再混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238这样计算的话 就这样 明白 另外就是澳元健康 3662 这些支持物馆股市场的焦点 昨天从高位略为回落 今天反弹了一点 我看一看 这位朋友买了没有 3662 几元可以入的 未买了 未买 未买 现在十天线 嗯 其实现在 如果完全未买 你现在第二 其实可能 比现在要再低一点 我先第一次 我会少许跌 因为它始终不是在行业里面 最龙头那堆 是的 如果你说最龙头那堆 可以在高位回落 7% 5-7% 我都肯下第一次 但是 它这个 我就觉得 始终都是二线 甚至三线的 设计里面的股价 你说再下 也有可能 我想 第一下 六个二会好些 六个二 是的 六个二第一注 第一注 你当最简单 三注的话 我就第一注我的六个二 都不是现在 好 好 物馆股这两天 都是弄了一点 另外2018 怎看的现价 可不可以入呢 2018 呢 都调整了一点 没有了十元 嗯 2018 可能 要 我想 多看两三天 你看看它会不会贴到近六十元 嗯 因为它现在的款 行业计呢 今年的中后应该是挺好的 是 但是现在才一月 所以其实它是有权 就是再落心一点 那视乎你肯拿多久 你肯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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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下半年 那你可以现在开始买的 没问题 但是你也知道 很多时候都很快 如果你说 短炒一点的心态 我觉得 你看它会不会贴多一次六十元 贴多一次六十元 才到时再算 跌不穿就买 跌得穿就 就要再等了 好 9988 9988 这两天都是根据市回 其实 但是我们看到 纳指都不会回得多 其实在科技股 层面上 似乎 美国那边 继续是强的 阿里巴巴今早 虽然是低下 但是现在 已经到升了两元 那会不会调整 对于它来说 应该是 它在网上买东西 也用你的逻辑 是不用出街 是送货的人要 是 其实是不是 阿里巴巴应该受惠呢 受惠是的 你可以说这样 这样移过来 由实体零售移过来 有些受惠 但是 亦都反过来说 在阿里巴巴整个上市的过程里面 其实已经升了不少 其实去年是 很大程度反映了 今年是随时要是 反映到入指数 所以我觉得 真的入指数的价 就不止这个 不是210多 20就叫做 但是始终那件事 现在不是恒指公司 告诉你 就来的 那不是的 大家都是 去年大家在估计 然后今年就 一路炒到今年年头 我觉得 现在你说 没货 买点 我可以的 我舒服的 因为我觉得 阿里巴巴正如刚才说 就是 疫情影响不大 你说是否直接受惠 会令到它推升多2成 我又觉得不见得 因为那个估值 一向都不是低的 是吧 但是 起码叫做 行业上面 不会被人搞到 就是不会被 疫情 或者新闻事件影响到 然后今年 就是说 入指数 那个检讨 还是有希望的 我觉得都还可以 如果你说没有的 那就现在开始买 那你说 如果有货 通常都是去年 200元附近那些时候买的 那你有得一成 也不用特别想太多 那就继续持续 明白了 保险股 刚才我看到2318 另外1299 也有人问 1299 现在现价可不可以买呢 其实这一段时间 它本来都是威势 上了85元的流程 突破了11月的高位 但是现在又等下去 打回圆形 那是不是先买 还是上市 我觉得低一点 因为如果刚才说 你三天就已经这样 撒下来的话 那其实一定会有影响 还有还有一个 就是有帮人 那些人比较少留意 很多时候都觉得 它是一间 香港或者亚洲 做得挺好的保险公司 但是它其实还有两个 两样不是叫hidden 但是少些人留意的东西 第一就是它其实很受到 新兴市场货币影响的 因为其实业务多 东南亚 其实很多都拿着那里 那这次就没事的 因为你看到美元跌 然后新兴市场货币都 就算不是净升 都相对上比较强 但是另外一部分 就是其实它很依赖 大陆人来香港买保险 嗯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 就是等于大陆人来香港 买零售的东西那些 就是要它下来 和它肯下来 那其实现在就很明显 就是受到 你当疫情也好 甚至乎 他们自己的经济本身也好 都好像不是很倾向的 所以这个是会差一点的 你也看到 为什么去年年尾到今年年头 都还是有点偏差一点的原因 它唯一一段好过就是 就是平保有个 就是有人转了过去 转了过去 那时候就有 就是管理层转换 那时候就有一个刺激 跟着其实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说现在这些水平 你有货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说我没有的 我现在开始碰的 那我也觉得可能 下跌跌 比如说现在的位置 我会建议你 可能贴近81元才考虑第一注 但是都是可以买的 因为它不是跌穿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今年应该是 我自己估计的 起码头半年都应该是美元弱势的 那其实对一些铺 新兴市场 多硬亚市场股票都是好的 那它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会有好处的 好 7.63 7.63的情况又如何呢 那今早早上都升了3% 其实它又不是跌得多了 一直都是黏着高位 之前见过29.9很近30元 今天28.9.5 几乎没有跌过了 近乎收复昨天一半的失地 那这位朋友 29元的估计也很厉害 那现在27元 买不买得回呢 去不去得回27元 27元 即是你想27元再骂回 如果是炒得这么密的 就是刚才这么说 如果是炒得这么密的 我就宁愿你可能黏着10天才做的 你见到其实你其实反围是什么呢 7.63是一只很炒的股 因为里面 就是如果说计数 真是说计算盈利 或者真是说5G对它的影响 其实不是很多人了解 第一 第二就是因为它长期的 营运都是比较偏差一点 就算在尿赚到钱也不见得 落到盈利能够出到 所以其实我们叫做基本因素派 不是好看的 但是呢 技术派就很喜欢的 因为它是一些 就是北水颇中意 或者你说甚至乎有些叫大妈股 就是它们冲下来要买的时候 就沿着45度一路上 其实现在还可以算是这种 因为为什么呢 短期刚才说 就是那些钱由零售 旅游会散走了之后呢 其中一个涌去的方向 就是一些 会不会有些 金链制造业 都是一定ok的 都不需要 就不知道 那这个是一种 甚至乎 刚才说二来一百 什么顺域光学 其实都有些少 不过那两个就升得多了一点 所以就相对上差一点 那这一只呢 那些人很大妈 很深红的嘛 那就是扯着上的 你看到是 反而如果你说 真的好炒的想法呢 就应该是 你可能现在又买回 但是你跌穿十千线 就要走那种 然后拼它再破顶的 就是很奇怪的 这种东西 虽然我自己就 就是我帮公司的操作就没什么的 嗯 很少做这些 这些坦白说 很散户钱的 我都不 不 不是太倾向做 但是真的要给意见 我就这样给了 好了 五四八的 这就是深圳高速公路 创了超过一个月以来的低位 今早早是弱了一点的 之前呢 大家都很喜欢 觉得他的cash flow很强 亦都是防守性强的 但是呢 他深圳高速 其实他的概念 现在是受害呢 那个程度和航空股啊 那类和春运有关的因素 有 不止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公路 但凡在春运尤其是 都会差一差的 是 因为很多时候 大家都会预期有政策 因为其实变成一个 好像接近恒常的政策 就是免费 是 去过年 大事大事会 市政府 比如中央会跟你说 不收钱 其实 用公路的人 就是那样 那你 建公路的人 就很糟糕了 那你很明显的 你看到就是 就是这种 而且刚才 你也说了 就是 疫情问题 一定会影响 所有交通有关 它也是有影响的 那 以现在的情况 不妨 等等先 因为尤其是 又不是回去那些 现在又不是回去炒UP 它9个9有货 哦 你说9个9有货 9个9有货 我自己会觉得 可以减一些 就是可能在 在 现在这些位 你先减住三分之一 只剩下的那些 都还可以的 那你9个9 又真是比现在 这个水平 再低了 即是都一折的 是的 那都不用 就是剩下的那些 还可以好的 但是先减少一点 嗯 明白 另外1336 1336 等一下 我们不如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 好的 新华保险 嗯 今天就 似乎就没有太大方向了 那样的概念 是不是跟其他那两只保险股 即2318 2628 差不多呢 有些似 但是会再 因为它们是 营运得相对上 比较差一点 譬如它 201太保都是 是营运得比较差一点 所以通常会是 在整个保险行业 好到尾的时候 才会走的 其实你看到它升 都是 是对上的转升 就是 国寿出了数 即2228出了数 大家 好像开始有冲警 会不会整个保险业 都好回 但是现在发觉又不行 嗯 那时候 就 臨到尾 尾的水 即2228已经上到 不知道去哪的时候 它们才开始炒 那它们是 我们叫做 營运杠杆高的股份 嗯 所以一升会升很多 但是 通常是去到农美才升的 那现在 现在刚才说 它买了那怎么算 32.7 32.7 那如果你差一点 我宁愿你先走了 先走了 我宁愿你先走了 它现在的走势 似乎都是一个圆顶 嗯 嗯 嗯 它可以很大的 你现在差不多平手 你不走呢 我都挺保证 即我挺肯定 它譬如再下多6-7% 尤其是可能一天内 跌超过5% 那天都会斩了 那不如 那不如 那不如先走了 嗯 明白 好了 谢谢Thomas 这么详细的分析 好 那我们要到鼠年了 之后再和你做节目了 好 那我们明天的中日财经年线 再和大家见面了 拜拜 拜拜 拜拜